今天我们的焦点将放在菲律宾的美食 跟它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菲律宾食物又变成什么样呢 台北市议员潘怀宗意向鼓吹大家在家庭自己来做食物 他今天要示范一手看看他要调教出什么样的新食物呢 还有大家越来越重视食的安全 你知道谁在产地帮我们做食安的守门人吗 我们要亲自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 欢迎来到端出世界 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要端出来的锁定是哪个国家呢 菲律宾 菲律宾其实应该很熟悉 因为它距离我们最近它还是亚洲最早的民主国家 更特别的是菲律宾的移工来到台湾 已经足足有25年历史以上 到今天大约有15万的菲律宾的外移移工在台湾工作 对台湾的经济社会的稳定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目前他们是所有台湾外籍移工当中高居第三位的人口 也因为很多的外籍移工从菲律宾来 他们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历史文化 还有呢就是菲律宾的食物 因此我们想了解一下菲律宾食物 现在台湾你能吃到什么样的 菲律宾食物历经了多年以后 他们有没有一些改良 谈到菲律宾 你要了解这个国家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们的版图上足足的岛屿超过了7000个之多 今天菲律宾人口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1亿人口 它有非常多的部落 也造成它的食物有的多元化 再加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历史的殖民背景 包括了美国包括西班牙都曾经在这个岛屿上生活 再加上中国人很多已往菲律宾 因此在东西文化的汇聚之下 菲律宾的食物具有多元的色彩 很多人想到菲律宾食物是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一个代表应该是海鲜 因为它们岛屿多 因此几乎每个岛上都有所谓它们的各式海鲜 特别是鱼的料理非常多 此外呢很多人去菲律宾之后会发觉 它们很喜欢吃米饭 甚至有人专门的文章讨论菲律宾人为什么那么爱吃饭 其实菲律宾今天吃饭的习惯已经略有改变 还想去菲律宾的话会发现它们对于肉类非常有兴趣 特别是猪肉跟鸡肉 因此菲律宾的它们炒的东西不多 基本上很多的烧烤倒是非常的多 因此在很多的作用料汤组合之下 菲律宾会用蛮多的香料 它们很喜欢用辣但是酸醋的东西它们是比较少一点 当然菲律宾食物里面也有一些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受的 一些比较奇怪的街边的美食 它们菲律宾很普通 有一种食物就是鸡蛋或鸭蛋 特别是鸭蛋里面那种半孵化完成的 就你们看到那个小鸭的雏形出来 大约孵化15天左右 然后煮熟之后 然后你就把它剥开 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小鸭的样子 然后你可以自己撒点盐 或者打点其他的作料 然后就拿个小条羹 然后就开始吃 它们认为这是非常营养的 特别对于男性有很多的效果 但不管怎么样 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但是我们还是今天派出了一位我们的特派员 到台北的街头去寻找菲律宾的美食 结果最后他碰到的就有这么一道 叫做鸭仔蛋的这道美食 它里面就是一些小鸭的形状 当然他最后还是要吃下去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不敢吃 他是谁呢 他就是旅游频道荣荣历险记的 这个频道的频道的YouTuber的主人 也是我们今天的美食特派员Ben 他今天带着我们的机器 带着我们的人员 带着我们的好奇心 一探台北街头的菲律宾美食的究竟 我们就在Ben的导引之下来看看 他帮我们发现了哪一些的菲律宾美食 可以在台北街头就看得到 请他端出来 在台湾有超过70万来自东南亚的劳动工作者 其中有12万人来自菲律宾 而就在中山北路三段 这里是飞式风情的小菲律宾 金万万名店城 最早是台北舶来品贩售的集中地 店铺多店面小 而廉价租金吸引许多菲律宾小店在这边开设 也是菲律宾朋友shopping的好地方 好啦 那我们现在要来吃那个炸芭蕉这个甜点 欸 美月姐 嗨嗨嗨 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板娘 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我要亲自下海来做这个料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先在这边做一做 然后直接拿去炸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直接开始 好 好 好 美月姐你说这个芭蕉是台湾的还是进口的 进口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用台湾的 台湾的好像比较 没有那么好吃吗 没有那么甜吗 还是 没有没有 那要怎么讲 色色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说味道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是菲律宾进口的 对对对 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那个 鸪饼皮有没有 鸪饼皮 但是又比较厚一点 还是其实就是 它本来就是 其实就是喔 啊 没关系 它本来是鸪饼皮 骨肉刮纹 其实光看这个菠萝蜜啊 然后再加这个芭蕉 再一点点糖 我就觉得这个蛮甜的 应该会是蛮甜的一个 甜品 非常适合饭后来吃 整形一下 对啊 那么帅啊 把我那么难看 我妈被囚了一下 哎呀 来 直接放吗 直接放 可是你要小心喔 小心你的手 对 走 哎呀 然后做 等它变网色那种金黄 喔 金黄金黄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也是以前有用过那个台湾霸将 对 不適合 差了一點點 不適合 不適合喔 看看這炸的金黃酥脆的芭蕉 是不是超級好吃的樣子 現在就趕快上桌吧 好啦 那我們剛剛在廚房裡面 忙進忙出了這一桌 就是剛剛美月姐 那她處理的 我跟你說 禮拜天 因為今天不是禮拜天 所以她裡面沒有什麼人 美月姐 禮拜天是不是超級熱鬧 有啦 可是沒有那麼著急 有比較多人而已 比較多人而已嗎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吃一下 這麼多的料理 我覺得我們先從那個飲料開始好了 這個是什麼 哈囉哈囉 就是叫哈囉哈囉 這個是 酸的 哈囉哈囉就是意思說是mix mix 所以要攪拌 攪拌 對對 來 這個這個很滿很滿耶 不會 你在那種中間 反正會被一點融化 它大概裡面有至少八種的材料 所以才叫做mix 如果太疊的話我們就再加冰塊 這個是 這什麼東西啊 那個是類似那個蜜 我也是 對我這個是種菲律賓來的 所以我再 如果這個沒有了 我在菲律賓 去菲律賓買 這個有點像硬掉的米飯 然後非常有嚼勁很脆 我剛剛以為會很甜 結果沒有 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甜 因為其實它會加一點煉乳進去 加滿多啦 可是 這樣冰 然後融化掉 那一層 剛剛好 剛剛好嗎 你不要吃太多了 要不要再有 因為我怕你會吃不下 為什麼我讓你選吃這個 因為我怕那會不會融化 所以我沒選吃飯吧 不好意思我真的真的很好吃 這以前吃飯吧 我怕裡面住不下的話會浪費啊 好我們先來一點 主食 對 我們要先從哪邊開始啊 這個最後一個 為什麼 為什麼要最後一個 因為這個 這個是叫竹血 竹血 內臟 對 然後那個湯是竹血的 因為我怕如果你們不喜歡的話 第一個印象的話 會不好的話 對 菲律賓菜就不好了 對啊 所以這個我們也慢慢吃 然後BBQ開始 我跟你說這個 嗯 豬肉在菲律賓的飲食文化當中 其實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他們每一道菜 你看這樣這個也是豬肉 這個也是豬肉 其實這個可以 其實這個可以用牛肉的 沒關係 你想吃那個 沒有那麼硬吧 拜託 這個是大力 沒有那麼硬 甜甜的 它那個味道蠻 很香 它是有特別的醬料嗎 對對 我們這裡 我都有醃的 嗯 先醃過 對 有醃過的 嗯 我跟妳講 這超下飯的 嗯哼 其實我們的菜都是 綠下飯 哦 因為我們的菜比較重果味 所以一定會下飯 對 它味道會比較重 嗯哼 那它這個是 鹹綠豆 鹹綠豆 哦綠豆 鹹綠豆 怪異適合 欸我不要 它鮮綠豆 剛剛跟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不太一樣 那在吃之前呢 我要先來問一下美月姐 其實美月姐妳開這個餐廳 已經蠻長一段時間了嘛 對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我記得是一九九六年開始 對對 那為什麼一開始妳會選擇在台灣 然後開了一間 這麼道地的菲律賓餐廳 其實這樣 為什麼我開這個菲律賓餐廳 因為我有 剛剛好 菲律賓餐廳那個外勞 開始又進來 哦 OK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因為我又三個女兒 嗯哼 然後我在想 那時候他們都很小 嗯 然後我在想看 我什麼 一邊照顧小孩 一邊賺錢 怎麼去照顧他們 然後又可以賺點錢 對 然後我們 剛剛好我有機會 看到一個 沒有我跟我妹妹剛的一個 小單位 在那個龍岸前 哦在前面龍岸前 前面那個萬萬百貨 嗯 就是一個小單位在二樓 然後我們 就是 一個禮拜一次而已 嗯哼 所以我說啊 這個剛剛好 一到六的話 我可以照顧小孩 哦 然後 因為我比較兇 所以我一定要照顧他們 所以就開啟了你開餐廳的這個契機 對不對 對 然後對 然後剛剛我沒有想到 就是我變 變久 就是因為很多客人 就是哪時候 1996的時候 這個好像一到六 嗯哼 就是 就是禮拜一邊 就是好多 好多外勞 好多菲律賓人 嗯 就是來來這裡 後來就是 就是這樣這樣做 然後一到六 一做 一做就做這麼久了 對 然後我先生也是有說 他哪時候 他沒有想到 我會做二十多年 嗯 他想都是半年 還是一年的話 結果 結果一做 從一年多 變成二十七年 因為他沒有想到 我們在菲律賓也是在做生命 嗯對 我媽媽也是在做生命啊 嗯 所以當然我爸 我先生的家裡的人 都不曉得 哦 因為台灣的話 是點在我們自己的 超級下飯 超級下飯 那其實他 我還沒有吃到 他那個豬肉的部分 可是他就是 真的是 入口即化那個綠豆 嗯 不好意思我一直吃飯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這樣就是 一般人可能禮拜天 迷沙 結束他們就點 這個鹹綠豆 對對對 然後這樣直接配飯 然後再一個 哈囉哈囉這樣子 然後這樣就可以填飽肚子 然後再一點那個 BBQ 對啊 因為其實這些道理 我之前在菲律賓的時候 都沒有吃過 但是呢 我是沒聽過那個黑色料理 像這個的話 他的菲律賓話怎麼說 這個是 下醬 嗯 它就是有點 有點海鮮味道 下醬了吧 這是辣椒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只是一個 紅紅的 看起來很像很辣的東西 但是其他不會辣 你要不要先吃這個 先吃 好我先吃那個黑色料理好 我覺得這是 我今天來到這個 菲律賓餐廳 麗山菲律賓餐廳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黑色料理 我在網路上看到他們說 看起來很像泥土 他們是這樣講 我們都有講那個 小孩子會講那個什麼 鮮巧克力 對有點像巧克力 然後 它這個 有點像芝麻糊 對不對 其實它的湯是那個豬血 是豬血湯喔 對 這個它的裡面是那個 豬肉 然後有一些是內臟 然後豬頭皮 豬頭皮 它有點酸酸的味道 對 是因為加了醋嗎 有加醋 因為這個如果沒有蒜的味道 真的會 這比較不好喔 那個啊 因為它的 它的這樣是豬血啊 這個是 豬肝嗎 不確定 哦 是豬肝 嗯哼 是內臟 就是我們在這裡有那個 弱 有內臟的 嗯 它開始有點那個 醋酸 醋酸的味道 越來越濃 嗯哼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的這一定要備飯吃 這個東西齁 其實味道上面呢 我原本想說是更 更不好吃的 這個可以啦 還行 還行 還可以 其實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 你看我吃了很多口 所以所以你了解 為什麼我不給你 為什麼不要給你 因為我怕如果 我馬上給你的時候 你是心裡什麼 好 菲律賓菜 沒有什麼特別 對就是看起來不好看 然後吃起來又味道很重 對啊 原本的味道 有點像 南瓜濃湯耶 這個味道 嗯 蠻好喝的 但是有個淡淡的花生香味 對 嗯 嗯 然後 因為這個我們沒有放鹽巴 喔 沒有放鹽巴喔 所以是當鹽巴的 所以這個我們要吃的時候 嗯 再要加一點那個蝦 那你要加多少 你要攪拌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這是完全都不一樣的 對 這個蝦醬的味道好重喔 對 對 所以要 看你要放多少 跟你剛剛完全單吃這個醬料 這些豬肉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喔不一樣不一樣 對 對那個味道很強烈 就是一個海鮮的鮮味 嗯 然後再加上一個花生醬的一個 對 那種非常熟悉的感覺 所以像這幾道菜當中啊 嗯嗯 這些都是 每個菲律賓人從小吃到大的 對 嗯 所以我們 我們在哪裡好的話 就是 你來這裡的話 你好像你在菲律賓一樣 嗯嗯 都完全 就是我都沒有改改料 改那個regions 啊 所以那個我的菲律賓客人 因為我對 因為剛剛開始我對菲律賓客人 真的 如果他們來的話 你們 他們想 我還像在菲律賓一樣 想家的感覺 對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留到二十多年 快二十 對啊 二十四年 那美劉姐你那時候來台灣應該 會很不適應嗎 嗯嗯 怎麼說 第一我不會講國語 可是你現在國語講得很好耶 第一真的我不會 就是我會講謝謝跟再見而已 然後 你看我那麼愛講話 然後不會講 真的好辛苦 所以一定要謝 所以一開始就是語言不通 那還有什麼不適應台灣的一些 在這邊生活的感覺 當然當然 那個 那個 食物啊 那個菜啊 然後有一些就是個性啊 因為 我們菲律賓的話 我們都比較慢 然後台北 就是我們台灣的話 好像你們 在這裡動作比較快 很急啊 對 尤其又是在台北市這邊 這樣子 很急很急很急 對 也是是對 所以我那時候在菲律賓的時候 其實在菲律賓的時候 其實他們 動作就是 比較慢 真的跟台北市差距是非常多的 嗯嗯 然後就是 然後在這裡的話 都是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剛剛開始喔 就是我們男女生的話 比較不會說要搬 比較重的東西 不會搬 就是有人要幫我們搬東西 就是自然而然 我是女生 人家就會來幫我搬啊 對 我們在公司啊 有人要搬東西要幹嘛幹嘛 在這裡的話 完全不一樣 男女平等那種感覺 就是必須要自己 啊 再重都是自己搬 對 那妳當初在開餐廳很辛苦啊 我們的 我剛剛開始 我們在家裡做菜 然後我們在上樓 然後不是點地的 只是樓地要搬 這樣上上下下 對 還有 我現在就有幫忙 我那時候 而且其實我們這些料理當中 很多那個材料 就是很多的材料 都是從菲律賓進口的 像我們現在要吃的那個甜點 這個 是剛剛我們在做 手作的那個炸芭蕉 剛剛美月姐有說 芭蕉就是從菲律賓進口的 倫餅皮 就是倫餅的皮 然後我們就直接這樣捲一捲 然後裡面有那個菠蘿蜜 跟來自菲律賓的芭蕉 我要怎麼從這樣吃還是 那可以 那我直接吃 我剛剛的重重那邊啦 我想說直接吃重點 從中間這樣子 沒有啦 噢這聲音 還沒有吃到 還沒吃到 還沒吃到 我看到了 這個味道有點像我在泰國吃過那種香蕉煎餅 台灣夜市也有 它就是非常純粹的一個香蕉的香味 但是這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有不同層次的甜味 香蕉的甜味 然後我們剛在炸的時候 之前有裹那個 砂糖 那砂糖之外 又加了那個 波羅蜜 對小小波羅蜜 我剛在裡面偷吃了蠻多個的 難怪不見了 這個台灣人一定會喜歡 對 我覺得這個是 絕對是OK的 那個黑色內臟 我不敢說 但是這個炸八角絕對OK 美鳳姐 我們現在最後一道菜呢 應該算是大魔王了 就是這個東西 對 對 我跟你說喔 三顆一百塊 一百塊台幣 重點是 不是價格 你有沒有看到 特寫特寫這邊 12 days old chicks 這個是12天的小雞 小鴨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吃他們 對 所以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三顆 你要三顆要吃嗎 我先吃一顆 我先吃一顆 他也準備了 我跟你說 我之前有在越南 吃過那個鴨仔蛋 對 那個經驗有點 難以用言語去形容 應該算是我人生當中吃過 最恐怖的食物 沒有之一 那現在齁 我們吃的這個 菲律賓的鴨仔蛋 對 我教你們 好你教我怎麼吃 你也要吃一顆嗎 你吃 好 好 這個 哇 喔 你先喝 然後放一片鹽巴 才不會那麼心 喝 你想喝那個湯 想喝那個sauce 我先喝這個 那個湯汁是嗎 那個湯汁 對 你想喝這樣喝 反正可以吸啦 喔 可以 反正那個跟那個夜人一樣 這個就是非常濃的一個蛋黃味 非常 有點腥的味道 所以就直接喝嗎 直接喝 直接喝 還可以 因為我放鹽巴 對 如果沒放鹽巴應該 對 這個洛克的那個要放鹽巴 洛克 我們正常的話 不用放那個湯汁 直接這樣用 直接這樣吃啊 對 所以你不用看那麼噁 那麼 有 其實我們是怎樣吃啊 你 我跟你說喔 就是 吃這種東西呢 你不能看 你一看它就完蛋 對啊 你看它就真的 就真的不能 不能 不能看裡面 的這個小胚胎 對 就是會完蛋 這個 它用鹽巴去蓋住那個 腥味 腥味 你看 這個 這個是不是很營養啊 這個把它 有 真的很有營養的 很有營養的 對 就真的很有營養的 所以不能吃太多 不能吃太多 那我覺得這樣就 沒有 沒有 吃三個都可以了 吃三個可以 真的會 Logo真的會來 然後一直吃三個 不會那麼多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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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看看它就非常放智吧 puntos 有沒有 這是 小 小雞的骨頭 好吃嗎 比我想像中的好 對 美雪姐你說 有些菲律賓人也不敢吃這個 是嗎 對 真的假的 有啦 對啊 我以為就是 真的是每個菲律賓人 要成為菲律賓人都一定要吃 長大的一個成年齡的感覺 結果沒有喔 沒有這個是實話 那我贏了 好啦 那最後一口精華的部分 我就是把它一口吃下去 然後結束了這一個 這頓美食的那個 菲律賓芭樂的一個初體驗 好吃對不對 你好像在菲律賓一樣 你好像你在菲律賓了吧 可以齁 可以可以 好我把它吃完了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恐怖啦 前面可能會覺得 看到它的一些內部的構造 你會覺得有點 可是呢你在它 經過了這麼 真的我們分析之後 覺得它就是一般的 味道就是一般的那種彩蛋 只是味道在重了一點 放了比較久 那其實其他的部分都是OK的 好 這是印象 印象 印象 對啦 好那今天就謝謝美月姐 用這麼多的東西來招待我們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因為說真的以前的話 真的在這裡很多菲律賓人 因為現在的菲律賓人在 要分身了 有一些在中立 桃園 對 因為最重要他們有那個 Catholic Church 哦 他們要訂 因為我們講彌撒 對 就是天主教堂的彌撒 所以每個禮拜天 早上七點就開始了 對 對 七點半 七點半開始 然後可能就是一直這樣 整個早上都是 就是以前我們 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Catholic Church 現在很多了 所以有一些去那個桃園是好的 OK 是 好那就 謝謝美月姐啦 謝謝 謝謝你招待我這麼營養的聖品 謝謝 那這兩顆我就把它放回去了 你 是不是你要吃 沒關係沒關係 謝謝美月姐 你吃很有營養的東西給你吃 好啦 謝謝 謝謝你喜歡的 喜歡 歡迎回到端出世界 透過美食 來了解我們的世界 也透過世界來看看我們的食物 有哪一些的變化 他是誰 他就是接下來我們故事的主人翁 台北市議員潘懷宗 你一定認識他 畢竟他已經是五連罷了台北市議員 不過潘懷宗給大家感覺另外一個更熟悉的角色 是他是養生也是健康的專家 其實他本身是學化學的 大家知道最近的疫情期間 很多人有些人不願意去餐館 不願意外食 也促成了大量食物遞送行業的興起 其實潘懷宗很早以前 他們一家人都喜歡自己在家裡面做食物 他認為第一個營養 第二個安全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讓親子之間透過彼此在一起做菜 然後共同品嘗美食 促進家庭的和樂跟溫馨 這點我倒是非常贊成的 不過問題是每個人都要動手 不能只是說而不做 潘懷宗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自己倡導他的美食學 而且他的太太也學化學 當初潘懷宗自己在美國念書 他說他開始學做菜 因為他的母親非常會做菜 廚藝大概全了他 後來呢他決定在家庭中 推崇家庭美食 因此請太太來一起做 最近他出了一本書 就談要用家庭大家最簡單的菜 做出日常的美食 不僅可以帶來健康營養 同時也促進家庭的和樂 最近他就來到我們的節目來示範 他覺得最容易做的一道菜 那就是大家可以經常吃的 優酪乳 優酪乳自己做 既營養又好吃 潘懷宗就教你如何利用 市面上最簡單的食材 做出好吃又好看 而且又可以供大家 來欣賞在夏天最好的一道 優酪乳的飲料 看潘一元自己的TIY 剛剛我們是炸醬麵 是大家很有面試口味的 這道看起來富滿色澤了 來 夫人幫我們介紹 這道叫什麼 這是優格 水果優格 然後就是飯後的甜點 因為外面的優格很多呢 他為了讓口味吃起來比較好吃 他就會加很多糖 糖 或者是什麼爭酬劑 那我們自己做的呢 我們就是可以選擇 比較不酸的這些優酪乳 就是說不加糖的優酪乳 然後用牛奶 自己做不會很麻煩 不會 兩分鐘就好 怎麼呢 怎麼這麼簡單 你就去那個超市 買一瓶你要的鮮奶 全脂的 你就把那個玻璃的那個 所謂的容器洗乾淨以後烘乾 然後就把這一瓶倒下去了 這個動作只有10秒鐘 對 然後呢 你呢 拿這個所謂的優格粉 或者是在超市買的 那個原味優酪乳也可以 就一小瓶 大概是200cc 200cc左右 就那小小的 對 原味的 原味優酪 你把它倒進去 然後拿乾淨的筷子攪一攪 OK 那就放到電鍋 用那個筷子啊 電著 不要讓它直接接觸到那個鐵 因為太熱 然後呢 扣在電鍋上呢 然後呢 你就按插頭保溫 那個不能按下去喔 保溫 然後呢 弄一根筷子 把那個蓋子蓋著 就卡著讓那個有點通風 不是全封閉 不是全封閉 溫度不會那麼高 這樣6小時 它看起來很簡單啊 對 就是你底下要墊一個東西 不要讓它直接接觸 看到的是完全純真的 沒有加糖 也沒有加任何添加物的 無加糖的 好豆不行 那會好吃嗎 哎呦 來來來 先原味的給它一湯匙 原味給它一湯匙 不是 拿你的湯匙來 你這乾淨的嘛 你這乾淨沒問題 直接拿直接拿 原味的 原味的 我要試試看 來來你先吃 你先吃 我每天晚上吃一碗啊 你看這個 看起來 既像的乳酪 也像的 也像是 雪白的 這個 豆腐一樣 就是優酪乳 對啊 就是優酪乳 我想不出別的形容者 對它就是優酪乳啊 但是 你會覺得說它不酸 就是一點點微酸 我自己DIY到底 好處是在什麼 你就保留那個益生菌 然後最主要是什麼 等於就是說呢 不會有任何的添加物 剛剛 我太太是學化工的 剛剛講的一個 所謂的珍稠劑 你聽懂嗎 就是說 它本來看起來是稀稀的 但是它要把它弄起來很黏稠 它加了珍稠劑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特別 扮相好看 對 那另外有的時候它會有口味 比如說草莓口味啦 藍莓啊 對對對 那那個東西你也要小心 因為有的是 有的是新鮮藍莓 有的只是藍莓口味的添加劑 這個是我純真的其實最好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但萬一萬一 所以我要想在家庭中做點趣味或者 我加一點東西 我看你們加的是水果 對 我們也沒加冷凍藍莓 我女兒就把它變成milkshake 就是直接拿那個果汁機 把藍莓打碎 然後呢那個優格跟藍莓 和在一起變成藍莓優格 那顏色更漂亮 那是全新鮮的 就現打現喝 所以但基本上這個底 都是要這個用你的優酪來 對 你那個優酪的那個菌種 也不一樣 那怎麼分 那你可以上網去買不同菌種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就很有趣 知道那個北高加索山區的那個原住民 俄羅斯的 是所謂的這個長袖村 那他們就是吃一個菌叫克菲爾 K-E-F-I-R 克菲爾 我們最近買克菲爾菌來做優酪乳 發酵乳 所以那你就會吃到 北高加索山區原住民的發酵乳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超市買到的發酵乳 是你現在用一到兩種 益生菌發酵出來的發酵乳 但如果你用克菲爾發酵乳的話 你是用12種菌 所以你用不同的菌 可以做出不同的發酵乳 而開始嘗騙什麼 嘗騙全世界各個民族不同的口味 那種感覺很好 潘老師人家活到150歲 沒有 所以潘老師總結一下 你們家裡的每天的作息 你們特別在食物飲食這方面 你們家進去遵循哪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新鮮 新鮮 就是不願意加工 但是發酵是好的動作 但發酵要我自己發酵 我不要別人發酵 因為發酵動作只要出問題 有可能有壞菌在裡面 新鮮 原味 然後另外就是蔬菜水果要多 蔬菜水果量一定要多 然後碳水化物也要足夠 很多人為了怕胖 碳水化物不吃不可以 現在目前已經研究過 碳水化物的量如果不夠的話 會短命 但你們家幾乎不外食嗎 都在自己家裡吃 幾乎 因為我太太管錢管得很嚴格 一個禮拜二十塊美金嗎 現在是三千塊 三千美金 三千塊台幣 差不多嗎 一個月二十差不多 真的 但現在的生活裡面 每天都在家裡這樣子吃 自己盡可能自己做 對 盡可能不外食 然後很規律 現在生活容易辦到嗎 可以 就是我們做的時候 像雜醬我大概就是說 做一個禮拜可以吃的份量 然後呢我會分兩三天的一份 一份一份 然後呢我要吃的時候 再拿出來退冰 加個熱 煮個麵就可以了 那像紹興醉雞也是一樣 就是我是先做好兩三盒 然後要吃的放冷藏 不吃的放冷凍 所以你跟我們潘映員一樣 就是在美國情況 你每個禮拜都有 所有的飲食計畫 對對對 就有一些計畫就對了 那你們家幾個冰箱 兩個塞滿了 所以這種規律會不會讓生活變得太單調了 難道你從來不想去突變一下嗎 有 比如說有時候禮拜六禮拜天我會說 太太我們出去吃一個那個 早餐 然後帶著媽媽一起去 偶爾會 偶爾 偶爾會 你的偶爾是多久一次可以容忍的 兩三個禮拜吧 兩三個禮拜 OK那你是建議我們大家都用這種類似方法來過日子嗎 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我現在主要的想法就是說 大家快樂比較重要 但是我就提供給你們 18道的簡單DIY的菜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對 哪一位給他 這好吃啊 要我的話我會在家裡 我會再加點冰塊 對 那就更好吃 這不僅吃水果 又吃到益生菌 所以這種甜點或者是這種水果 是最健康的 我們今天還有整理一下 潘老師的養生哲學六大招 那我們寫對不對 來 給觀眾看一下 大家最常講的 大家最常講的就是這三個 叫做心動吃 心情一定要好 要有運動 正確的飲食 那今天我們都集中在這裡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給你的比較全面 我給你的六塊 六塊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生活環境 必須健康跟安全 如果你的生活環境 不健康安全 就問題大了 比如說你走路不小心摔倒了 我們現在老了 叫保密防跌 叫保密防止跌倒 防止跌倒 對 不是防飛跌 不是飛跌 你老先生老太太只要摔一跤 大概就再見了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安全很重要 那這個安全我們有空再講 也就是說家裡面 你在退休前 你年紀大了 你要把全家 改成防滑 改成無障礙通道 我明天就辦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燈光要足 因為你眼睛會退化 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健康安全的生活環境 我覺得要列為第一位 因為你再怎麼養生 跌交就完了 這是我講的 第二個就是 生活作息要按照日光節律 日光節律跟人類的時鐘要match 也就是說 我們原來以為日光節律 是跟著太陽走的 其實事實上是 我們身體自己裡面有一個時鐘 然後呢 地球有一個時鐘 地球那個時鐘叫天 我們人類自己那個時鐘叫人 所以因此當我們從台灣 飛到美國的時候 我們人的時鐘跟天的時鐘 不對等了 不match了 產生了時差對不對 你就會開始覺得全身都不舒服 睡也睡不著 那很難過 可是為什麼隔一陣子會調回來呢 因為我們透過視網末 用陽光的強度 告訴腦袋的時鐘 開始調什麼 調那個分針 調那個秒針 它多次調動以後呢 人類就會調成match 就會match 這就是生理時鐘的原理 對 其實事實上是 你自己有一顆時鐘 外頭有一顆時鐘 當外頭的時鐘 跟裡頭的時鐘 hundred percent match 然後呢 你的作息也跟它對等的時候呢 這就叫天人合 但萬一是錯亂的情況 健康就走樣 我跟你講很快就再見了 很快 你難以想像的快 我發覺喔 聽一講這個故事 然後配這個 這個蠻好的 我說 我們電視上經常看到 就是心動吃這三塊 大家在講 可是他很少講一二這兩塊 蠻好吃的 對 所以很少講一二這兩塊 然後最後一塊 這個我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的病 現在目前都沒有徵兆 一發現就末期啊什麼的 所以我們建議是 可以做一個健康檢查在這裡 那這個六呢 是捕手的意思 就是你漏接了 我幫你補一下 所以你只要一二三四五做得好呢 六做不做啊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 但是做一下 我覺得啊 我幫你抓那個漏網的 一趴兩趴 但是反過來 我要講一個好笑的事喔 你一二三四五都不做 整天去做健康檢查 那個叫無聊 養生水血 其實六大招裡面 最重要就是均衡 對 這個全面性的 來做這個 然後一定要看 傳家健康戰 要身體力行 奶奶你看健康這麼好 對不對 奶奶幾歲了 八十八吧 八十八歲 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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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像六十八 哎呦 沒有要叫人啊 八十八 我覺得你的養生水血 六大招起來 你都做到了 努力 沒有其實努力 這應該還在加一啊 在加一 你知道嗎 不要做市議員 還講得有道理 真的講得有道理 還講得有道理 厲害厲害厲害 歡迎回到端出世界 今天我們的最後一個故事 要跟你談談大家最關切的食物的安全 食安不僅象徵著我們對食物品質跟個人健康更高的要求 也代表我們對土地環境有更多的責任感 我們希望在美食當中不僅大家吃到美食 也希望給大地帶來良好的健康以及養育的環境 其實這是一個彼此互需共求雙贏的一個局面 但是談到了食安 究竟這些食安才能產地啦 營養條件啦 他們這個作業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免除污染 誰在幫你把關呢 這點很重要 最近我們就跟三個食安的把關人走了一趟他們在工作的鄉里 他們在工作地點如何去看食物的種植過程 如何替所有消費者保證食物從種植的第一道功夫 就開始能夠保證的安全 也保證那個土壤能夠有充分永續再生呢 因此他們的工作非常重要 他們的食安人員的任務不僅是在一個地點 他們遍及了台灣乃至世界各地 三年之內他們要出動的任務超過了六十多次以上 因此他們任務不僅艱巨不僅重要 而且我覺得他們生活的工作是非常的複雜的 我們看看誰替你保護時代安全 從小人來訪的這組神秘客而言 絕不是異常巧遇 從台灣頭特地走到台灣尾 農人身旁這三位黃金陣容正是國內食品企業把關食安的守門鐵三角 這次為了某一項芋頭類產品而來 而這片田正是要仿茶的產地之一 我男朋友剛才在騎手下河 如果沒有河河這很漂亮 來到自個地盤 芋農急著分享種五十年芋頭的梅港 守門三藥角分別是平保 研發和採購 他們在兵分三路仿茶前仔細聆聽 但可沒忘了要拿出秘密武器 這幾位都是人的 為什麼特別要用地圖出來 我要看它周圍有沒有什麼污染的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問他說那一棟是什麼 地圖不是拿來尋寶 是用來確認有沒有潛在污染物 引申原料產地 看起來這個土都不錯 怕像說有些重金屬污染或是爐渣的那種買下去 撥開土堆觀察細節 除了農地環境灌溉水源也是溯源關鍵 可以喝喔 這是滿堪的耶 還算不錯 平保化身柯南檢視田邊線索 不過一會兒他又從農地走向韓戶 所以鞋裡面也會看這些所有添加在農地 農地裡面的東西 有機的成分在裡面 那也是平分膠質對不對 對 這樣看一下不要太多化學 我就要做做 這三十九號 這三十九號 三十九號 熟門鐵三角抓緊時間積合 一有問題就不斷向芋農確認情意 在田間等待已久的研發主管 也已經備好他的考題 這個芋頭杯要怎麼選 拿起來比較重量就可以 重 拿起來比較好 這都拿起來很好 澱粉多 纖維少 品質就會比較好 對研發部門來說 要做出好吃好喝的芋頭產品 是他的最大壓力 了解食材特性 直徑產地最有效率 就直接下移下移 它就開始從下面 那麼混質一點退 水溫就進來 這個就是水溫 你看 好不好 這這這 它沒有混質 有有有 這邊就有混質的 對 這 農人把每50台金 裝成一袋的芋頭 疊成小山運往農舍 緊接著採購端的溯源任務 也進入放脫期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十五包這樣 所以總穩定的 價格也很高 很低 很低 不會這樣 都這樣白白 所以很穩定的 產量穩定才能同時 顧及生產線供應 還有原料品質 精打細酸的採購 在品質和價格的考量上 也有學問 其實就採購來說 當然是越便宜越好 對啊 但是就是因為 這主要是食品的關係 就算你貴 譬如說有一個貴一個便宜 但是其實貴的那一個 品質比較好 它把關比較夠全 我們還是會去選貴的那一個 不過一個上午的時間 守門鐵三角 一對產品溯源對象 打了概略分數 接下來三個人 就要從團體站 轉為各部門的工房站 上家說 不是要胖 可以做像這種東西 盡量 因為在我們各個裡面 整個都看不出來 那可能就這樣叫做 今天看起來 它的環境是可以的 看起來它的 濕水的部分 也是有去的 那譬如說 它的栽動的範圍 是就是那個量 夠的使用 回到為食安設立的研究所 守門員三方討論 要為溯源行動 打出最後分數 一旦通過 食材才能去用 而其實這也是新產品 進入產線前的 最後一道防線 譬如說它三四月要上市的話 通常有人在年底 去年年底十二月到一月之間 就會缺乏 至少自己 對 因為我們整個跑完 這整個聯手 至少要花了一個月以上 光文件 平均三年執行 一百九十處的溯源任務 研發境裡最遠 曾搭了三十六個小時的飛機 到全球柳城產量 和品質文明的巴西 而公司打從溯源管理的最大計畫 則由平保協理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 針對大豆產地視察 而且一去就去了兩回 去看那個黑土的狀態 然後下雪 龍雪的狀態 然後到它播種 它的施肥 他還帶我們去跟明蘇達人 農業廳的官員會面 去了解一下他們這個農業區 怎麼管理它當地農業 他是有點驚訝說 我們為什麼要親自跑一趟 他說從來沒有人這樣親自跑 食品素圓繞著地球跑 因為吃下肚的每一個食材 沒有馬虎空間 有一些危害物質的東西 我們要先預先研究 那我做一個原料篩選的時候 可以作用 那不然比較嚴重 我就可以把它排除 不要讓它進到我的產線裡面 分析檢驗中心更將食安規格 拉到比法定更高 可能致癌物和重金屬 衛生物等都要提前部署 喂 是 我是 那不夠 可是我們今天剛剛要 為什麼 你去幫我一下 都一定要 三房各司其職 分工把關每件最重要的小事 最後產品問事前 再將詳細原料資訊登陸上網 供監督查詢 才算大功告成 藉由一趟產地溯源之旅 就可以看到 光是芋頭一種原料 就得經過這麼多流程 旗下全產品溯源 把關工作有多繁雜 可想而知 但為了你我能安心 守門員也只能繼續上山下海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 超級任務 謝謝你的收看 端出世界 下一次跟你再會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